政府想要做一个新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加速 让我们的疫情能够快点过去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 一个推动变革的方式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 非常多不同的反对的声音 解析时事用历史读新闻 我是公众时报陈碧芬 今天明家来了 邀请到国立中正大学 气管系教授钟宪键瑞 钟老师在气管学界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研究领域 就是用历史来看组织 管理或是策略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以始为鉴可以知心替 钟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谈 如何从推动变革当中 去辨识认识跟解释 不同意见的声音 在这里我先谈一个人 就是春秋时期政国的职产 职产它是被一些 始家推举为春秋最显能的官员 那么他在内政方面 做了非常多的变革 这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政国有很多 势力庞大的贵族 那么有一些变革 它会损害到贵族的特权 贵族就反对嘛 举例来说当时的刑法 是由贵族完全掌握 它的解释权跟宣判权 就是说一个老百姓 他如果违背了刑法会怎么判 他不知道他这个刑法不是迷文公开的 那么职产呢 他认为说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就做个决定 他决定把刑法公开 把它注在一个顶上面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百姓都可以了解这些刑法 还有去议论这些刑法 那么当时呢 就有贵族就反对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 会限制了贵族面对百姓 可以自由裁量的这个特权 那么职产呢 在面对贵族的反弹的时候 他并没有做任何退让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职产的原则 还有底线是很清楚的 好那职产的很多的这个变革 贵族有反弹 但百姓也有反弹 职产在面对百姓的反对 还有意见的时候 他是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 当时很多百姓都会聚集在乡校 这个乡校就是一个地方 可以来议论实证 但因为意见很多 所以就有人劝这个职产 把这个乡校关掉就算了 但是职产却认为 什么认为说 如果老百姓的意见是对的 那么就应该听从百姓的想法 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职产对于百姓的意见 是很认真倾听的 从善如流 这个跟他对于贵族 是不一样的态度 对于面对贵族的反弹 职产的他就去思考 我如果今天要顺从 这些贵族的反弹 停止变革 会不会伤害到老百姓 但是在面对老百姓的 不同意见的时候 他则是根据说 这个东西做下去 对老百姓到底 有没有帮助 能不能提高福祉来做判断 所以钟老师可以提教一下 在这种不同的声音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辨识这些声音 然后呢 听起来您认为 不是只有听到声音 还要知道 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太阳 好的 谢谢必分 那么有一点就是 我们组织里面的决策者 他必须要了解到的是说 既然是变革 那就是在改变现状 既然是改变现状 那你们就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 一定会有反弹 甚至有反对 这个按照刚才郑国职财 他这个历史故事的启发 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到说 这些反弹这些反对的声音 到底是来自于何方 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决策者 核心决策者周边的一些 如果现在术语就是政商结构 或者政商利益体 那如果在组织里面可能就是领导者 决策者身边的亲信 其实这些人他们都一定会 试图的要去左右影响 企业或者组织或者是政府的决策 那么作为领导者决策者 最核心最终的决策者 他就会了解到说 这些人所他们的反台 他们的反对上不同声音 到底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还是说我这个决策 真的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要根据这个来做考量 如果说这些人 他们的反对的声音 其实只是在顾及他们的利益 甚至可能对一般老板 新一般人民之间有利益的冲突的时候 那决策者就必须要做 很谨慎的一个决定 那如果说这些反弹 反对的声音是来自于老百姓的话 那么执政者最重要的就是 要很认真的去倾听 很认真去思考 当然并不是说老百姓的反对 反弹就一定是对的 而是说我们最后一定要从 这个百姓的福祉来思考 这些反弹到底有没有道理 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让这些来自于老百姓的 一般民众的反对的声音 要让它有发声的机会 不能够去抑制它 就像刚才资产的故事 我把相绣一关了 是不是就听不到了 就是好像觉得很心里 心里面就觉得踏实过了 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说在面对到老百姓的反弹 反对声音的时候 执政者很重要的就是要去认真请听 然后去真正的去思考 说怎样子对整个社会 整个组织对老百姓们是有帮助的 这听起来很像我们最近的时事 就是有关疫苗的事情 政府想要做一个新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加速 让我们的疫情能够快点过去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 一个推动变革的方式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 反对的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混乱 所以老师您觉得这个管理的方式 在管理不同声音上面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在作为执政者 决策者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就是要勇敢 这里讲的勇敢是说 你面对这个权贵的时候 你要勇于说不 那我在这里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就是这个也是战国时期的 赵武灵王的故事 为了要提高赵国的战力 赵国的实力 推动这个福福其色 就是要去学穿福人的衣服 那当时呢 就是很多的赵国的贵族 因为他们认为 无人是蛮夷之邦嘛 所以不愿意去做 那当时赵武灵王呢 他就去说服了一个 这个他苏伯辈的贵族 跟他说明这个重要性 然后跟这个苏伯辈的贵族 说服了他之后 大家再一起来 去逐个去说服 从心腹 从众臣 到整个宗室贵族 都同意 大家上下一心来 顺从这个赵武灵王的变革 所以我们说决策者 他在面对到贵族的反弹的时候 面对这张权贵的反弹的时候 他第一个有勇敢 第二个 他要有足够说服的这样子的能力 那么在面对到这个 平民老百姓的时候 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 那这个要 而且要审慎的去思考 要站在人民的立场 站在百姓的立场来思考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为政者 或是一个组织的领导 其实他没有那么容易 你要坐上这个位置 自己头脑要清楚 你要能够审慎 而且你要勇敢 我觉得任何的变革 就是要推动起来 让很多事情会有一个前进的力量 就是我们常常也在说 创新其实最大的支持力量 来自于你不怕 不惧怕 然后不要担心说你的困难在前面 没有困难就不会用 推动这两个字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谢谢董老师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意见 我们从疫苗这件事情可以理解 政府希望透过一个新的做法 让大家能够加速施党疫苗 可是因为这是一个 攸关全民重要的事件 大家都意见都非常的多 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 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 得到最好的结果 政府对于不同的声音 应该要用一个倾听 而且要用将心比心的想法 对于已经拥有资源的 这些权贵者 站在跟政府一起 为国家设计的思考 与者从经验学习 智者向历史学习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讯息